而迎接2015年的元旦 无法返家贪亲的海外侨胞 如何一解相仇呢 南加州就有一家热门的台湾小吃店 蒙甲台客餐厅 不只一个月可以卖出 2100万份的烧肉 迎接2015年的1月1号 还会推出全天的特价餐 让顾客不论是内用或者是外带 都有品尝到这份浓浓的家乡味 专程到台湾知名地标 万华清水盐祖师庙 品尝各种夜市美味 可别以为这里是蒙甲 因为许多南加州华人都知道 这是蒙甲台客餐厅 而且迎接开业近三周年 老板还要从元旦起给顾客吃澎湃 人气第一名的最好的 也就是蒙甲烧肉 我们是用这个台湾带来的红麴来腌制的 那它在台湾有一家店呢 是已经传承了80年 现在传到第三代了 那它特别比较适合是跟那个 鸡麦一起吃 就是咸粥一起吃 那像我们的香菇肉燥 坚持一定要用刀工来切 这个香菇肉燥 才会比较口感会比较弹牙 不只店面有特色 餐厅不时还会有多位台湾名人 私下访问 从女子高尔夫球好手 曾雅妮 龚一平 到西里人妻制作人王佩华 都曾品尝过 这份源自台湾的古早味 像A餐呢 就是香菇肉燥干面 那B餐我们是香菇乳酪饭 鸡餐的部分呢 我们有香肠 还有鸡卷 还有排骨 还有盐酥鸡 这些都是可以搭配饭 或者是汤面或干面的 那么在低餐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人气最旺的 蒙甲烧肉 那它也可以配饭 配汤面 配干面都可以哦 坚持制作台湾特色小吃外 业者迎接2015年 也献上满满的祝福 超有台湾人情味 代表我两家店 一间是工业式的店 一间是Rose Me的店 在这边恭祝大家 羊连行大运 新年快乐 四四圆满 四四顺心 坚持开业至今 卫生局检验 都是A级最高平等 王经理希望南加州民众 天天前来开心品尝 让各种美味的台湾小吃 能成为华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东西文用至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